八年了对吗 这么久了 好像一回头 还在一五年 一转头 到了二十三年 既有感慨 然后也有 也有庆幸 突然有点害羞 演员是一个很幸运的一份职业 因为他可以去体会不同的人生 这些角色的人生 会带给你不同的力量 可能是好的 可能是坏的 但是这些都是演员都需要的 然后我又很荣幸地 可以去接受到这些能量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演员的意义 也是演员这个职业 可以帮助到肖战本人的东西 不过就是少年得志 教授居傲吧 到底是副院长的成龙快聚啊 我萧春生不怕输 但我怕别人看不起我 明明是一个双赢的局面 为什么你就是不愿意接受 为什么你就一定要选一条 最难走的路走啊 春生他的坚持 甚至是有点 有点轴 可能在当下来看 就会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轴啊 你就不能变通一下吗 但是我觉得也是当下可能 恰恰大家需要学习的地方 帮助别人 真诚 然后为朋友 眼泪插刀 去帮助那些弱小的人 石刹海兵 是全北京人的工程 甭管他有多少玩主共管 我萧春生 一准给他汤平了 说我萧春生可以 说我兄弟叫不响 我还告诉你 我兄弟这顶帽子 我叫我弟 为什么等命 报告首长 为人民服 戏里面很多很多演员 都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前辈 所以跟他们搭戏的时候 可以说是比较的不费力 你只需要在那个情境里面 然后你付出你的真感情 你参考 是 首长 我跟我爸的一些戏都是这样 我爸的那个情绪 用我姐的话来说是 时而糊涂 时而清醒 她在糊涂的时候 那我就得陪着她 一起去玩这场游戏 她清醒的时候 我就得立马回到 萧春生的那样一个状态 她的很多节奏 其实是我们在线上 探讨出来的 她觉得 这里她好像听到什么 号角声 她又糊涂了 我觉得 现在上我觉得都挺好的 你都能从里面学到东西 当然同时也会暴露不同的问题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认为永远都还在进步的这样的一个原因 你要去学习 学习射箭 学习 骑马 尝试很多 你可能以前不会接触到的东西 就是想让自己状态好一点 其实就这么简单 当你的生活里面变得简单一点 你的那个感知力才会变大 但是你要记住 永远要打动人 永远要真诚 打动人的永远是真挚的情感 所以我还真没有担心说 我演出来的东西 会有同质化的这样一个问题 你就把你自己投入进去 你去把你自己变成这个人 你就不应该跟我说没想法了 你就不应该让我 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了 只要能让我变强 任何方法我都认识了 其实我觉得这就是生活吧 我觉得每个人 在面对生活的困境的时候 都会做出选择 有人是一面而上 那有人可能就是平躺了 我觉得不只是表演 你在任何一份工作里面 你去完成任何一件事的时候 都有这样的一个过程 有时候真的是没有答案的 可能你就觉得已经做不下去了 可能今天就是没感觉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这场戏就是不对 但是你就不要去逃避 就是有的人可能觉得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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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就深挖一下 把这个原因给找出来 就一定能过去 自己想要的东西 自己去争取 这个也是我 一直要提醒我自己 要去做到的一个性格 或者说是每天提醒自己的一句话吧 其实真的很荣幸 真的很荣幸 一个人他要承载这么多的喜欢 其实是很难得的 所以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还是要继续努力 对得起大家的喜欢吧 争取在后面的道路上 交出更多更好的答卷